休旅车冲对象撞游览车 六人送医 车祸现场 游览车的挡风玻璃全碎 休旅车的零件散落一地 引擎也因撞击力道强大而脱离 这起车祸 左早发生在台一县仿山路段 19岁无姓男子驾驶这部休旅车 疑似因天雨入滑 先冲撞分割岛切口 与对象的游览车对撞 再冲撞另一部轿车 共造成三男三女共六人受伤送医 事发后游览车上民众已换车接驳 车祸的详细原因仍带调查 洞新闻屏东报导 随便当记者 原名做公益 独家爆料给你 如果经许品购 照片一千元 影片两千元 就给你 请站机构 你爆料我捐款